本愿文悦 智心信耀 观音音乐 如是智心 令身不觉 居足神念 如何名为智心 又如何名为居足神念 此乃本愿之观耀 观是关键 耀是重要 这一愿里头 这两句 智心信耀 居足神念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了 我们才有下手之处 念老 在此地举了一个例子 是旧母罗舍大师说的 所以罗舍大师语词 就语这两句话 由最极 今要之论 大师是用比喻说 譬如有人 在旷野当中 直约 卧水 就遇到强盗了 遇到卧人了 灰隔霸间 那个是古代战争的兵器 直来与杀 这一些卧人 要来杀你 其人 情走 事都一虎 若不渡虎 首领难全 这个人 赶快讨 前面一条虎 如果要是不能渡虎 一定被杀了 二十这个时候 但念渡虎方便 心里想着 我怎么样过去 这个事情非常迫切 要争取时间 生活之 荒安 为这一度 为脱一度 多个后 还是穿衣服 还是脱了衣服 那么脱一 非常不方便 怕过不了后 要脱一 时间来不及了 但有此念 更无他意 就在紧急关头 要命的关头 它只有一年 它没有别的念头 用这个 来比喻一年 当年度 这就是一年 此等深念 不杂日念 行之一耳 修行人 念佛的人 若念佛名 若念佛像 若念佛像 这是观音像念佛 十六观里面 多半都是观想 而最后 第十六观 是持名念佛 观想不能陈旧 干脆 只念这句佛号 也行 我们知道 古印度 排列 先后 跟中国人概念 差不多 把最重要的 摆在最后 中国人 中国人叫 亚洲戏 最好的 在最后 那么我们就晓得 持名念佛 摆在第十六 九十 十六观里头 最殊胜的 也是最容易的 比其他的方法 都殊胜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那么这个 平常 念佛人 若念佛名 若念佛像 无尽念佛 不能间断 十六观 多半是观想 心里向福 想极乐世界 持名念佛 持名念佛 名为神念 心里头 只有佛号 除佛号之外 什么也没有 这叫执行 执行 神念 这具足神念 这具足神念 盖为 此时 心中所思 为事 如何度活 更无别念 这是用 上面的比喻 说如是之念 这是一念 如是念佛了 就是知识 相极知识了 这就是神念 神念 神念 相续不断 海鲜老伙尚 给我们做了榜样 他一句佛号 念了九十二年 九十二年 都市 智行 心药 居足神念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好